好,那么接着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就是考试的重点了 而且这种考题真的是层出不穷,什么题目都有 来哦,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常见的行政管制 事实上我必须说行政管制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可能没办法全面的把它讲完 或者是说全部都说到 可是你至少要知道这些常见的,你要知道 因为考题大概有个考在这些地方 第一个,常见的行政管制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哦 所谓的行政管制定义就是说 行政机关将人民原本可以自由为之的一些事项跟活动 好,我们知道宪法保障我们的自由权,对不对 可是呢,有一些自由不是任意的 你就可以这么做的 那这一些原本你可以自由做的这些事项跟活动 透过立法加以限制 比如说你要开车 你当然都可以开车上这个国道或者是上一般的道路 但是呢,我们政府透过立法要求你在国道该怎么开 要求你在一般道路该怎么开 好,这个行驶的方式 就是透过立法的方式加以限制 为什么这是为了交通安全,对不对 所以呢,透过立法加以限制 限制你的某一些从事某一些活动跟项目的自由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从事该行为的人民必须要依照法律规定才可以做 所以说事实上这些行政法 它一方面限制的我们的政府要依法行政 一方面同学也要记清楚 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每天都息息相关的事情 好,那再来就是行政管制的部分就是跟人民的权利有关系 比如说合法职业征兆 这个如果没有对于无照者是这个无照者是一种职业的限制 再来就是对于受证者是一种服务 OK,那就是说如果你没有 比方说你要医师执照 你才可以帮病人看病,对不对 那如果你没有执照的话 那么你当然对于你就不能从事这个 就是一种限制 那如果你有这个身份 你已经通过了考试 发给你证书 那当然就是服务你 服务你帮你制作一张那个医师证这样 还有再来比较一般生活层面的这个行政法 包括有公共场所禁止抽烟 OK,那这个抽烟是对于某一 这样的一种行政管制 对于某些抽烟则当然是限制 那对于不抽烟的人是健康的维护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生活上也是常常见到的 就取缔违规停车 对于违规的人是处罚 可是对于一般这些奉公守法的用路人来说 就是其实它是路权的保障 哇,所以同学就要知道说 行政管制是我们生活当中 每一个面向几乎十一住行 遇到随时都会遇到 所以你就是要知道我们有哪些行政管制 你不可以违反 要不然就是你就会受到这个惩罚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行政管制的种类有哪一些 好,比如说要排除危害 公共秩序以及生活安全的违规行为 包括有禁止 包括有命令 包括处罚 比如说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烟 然后呢 命令的部分有警察实行领检 还有处罚的部分有什么呢 处罚违规的摊犯 这些都是不同类型的行政管制 那这些谁来执行呢 当然是这个警察 警察代表的就是我们公权力的这个事 就是实施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警察来处理 确保个人行使自由权的时候 不会危害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权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行政管制 有些人你一直在大公共场所在吸烟 可是对于那些吸烟而受到肺炎影响的生病的人来说 那就是你侵犯了他的自由权 他的生命权 好,所以当然我们觉得这个行政管制也非常的重要 确保你自己在行使你自由 你觉得你有错愿的自由 可是你已经危害到别人了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登记的部分 比方说医师要从事医疗行为 必须取得主管机关发给的医师资格证书 以及他的职业许可 你知道吗 他除了要有医师证 他还要有职业许可证 这两个都同时要有 所以当你去看医生的诊所的时候 你要看他的诊所里面 有没有挂这两个东西 医师证以及职业许可证 那再来就是这个行政管制 有一些也是申请之后才许可的 比如说人民要办理集会游行 那你必须事先申请 你要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路段 大约有多少人你都必须要提出来 你才可以来进行集会游行 这个都是属于行政管制 所以行政法当然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政府来依法行政 而行政管制就是要管制我们的人民 你认为你有自由可以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可是当你已经危害或者侵犯到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 那你就会受到行政管制的管理 好那如果你违反的话就会被处罚 可能是 你可能会有法规上面要相应付出的惩处 再来我们要跟大家呼吁 人民有遵守行政法的义务 OK人民违反行政法规定的时候呢 就应当要承担行政责任 那例如人民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规定的时候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他违规情节的轻 还是重处以行政的处罚 好因为故意或者是过失违反行政法的规定 那应当要承担行政责任 而是要依法处以行政法 OK我们来看一下行政法 依照他的情节轻重 可能有居留 可能有勒令歇业 可能有罚还 来我们来看一下居留的部分 假如你违反了行政法 是针对那些违反行政法的人 帮他居留在警察局当中 这是一种处罚 再来是公司或者是行号 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 他也可能被勒令歇业 或者是永久歇业 然后或者是部分 就是剩下部分可以营业 或者是长期都不允许他在经营 那再来是发还 这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情色啊 黑暴力等等的这些职业 再来发还的部分 当然也现在比较流行 可能就是什么诈骗的那些行业 发还的部分就是 违反行政法的财产处罚 就是比如说你违规右转啊 或者不理让行人 这些都要罚钱对不对 好这是罚还 所以行政法 他依照请劫轻重会有 居留 勒令歇业 以及罚还 这三种类型 那我想大多数的老百姓 最常遇到的应该就是罚还了 OK 好 那么再来是有关于行政救济的部分 行政救济使用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已经侵害到人民的权益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行行政救济 好我们来讲它的意义 对于权益受侵害的这个人民 那依法我们会给予保护 使得国家的权力运作不至于流于主观 跟自意妄为 那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障人民的权力 落实依法行政的原则 那方式包括了两种 所以如果你要进行这个所谓的行政救济的时候 有两种 一种叫做宿愿 一种叫做行政诉讼 好你可以提宿愿 也可以提行政诉讼 所谓的宿愿是什么呢 人民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 违法或者是不当 损害到自己的权力的时候 就可以提起这个宿愿 那行政诉讼就是不服的时候 好